近期一段美国第一夫人在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比赛现场唱歌时 被观众虚的视频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流传 视频内容显示 吉尔·拜登和其他几个人站成一排 边拍手边唱歌 然而周围观众山呼喊啸般的F.Joe Biden的声音 把他们的歌声都给淹没了 尽管现场有视频有声音 但这段视频其实是被编辑过的 10月17日晚上7点20分 一位名叫Candala的推特用户上传了这段视频 并在推文里写道 老鹰队的观众们反复吟唱道贺彩F.Joe Biden 截止到10月19日 这段视频收获了超过150万的播放和4万个赞 其实这段视频只有画面是真实的 声音则是经过后期编辑加上去的 原视频于10月17日上午9点49分 由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官方推特上传 在这段原始视频中 可以听到吉尔拜登和现场观众们的歌声 并没有震耳欲聋的反拜登口号 除此之外 根据这条视频的配文可以得知 这是吉尔拜登和癌症幸存者们 在达拉斯牛仔队与费城老鹰队的比赛前 一起高唱飞吧老鹰飞吧的战歌 同时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负责传播的副总裁 布莱恩·麦卡锡也向路透社发邮件证实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在推特上发布的视频和音频 是现场直接拍摄捕捉的 并没有经过剪辑 尽管这段原视频中并没有出现来自观赛球迷的大声抗议 但从事后现场观众拍摄并上成的视频中 还是可以听到有观众在反复大声高喊 Let's go Brandon来表达对拜登的反对 总之网上热传的美国第一夫人在NFL现场领唱时 被观众狂虚F.Joe Biden的视频是经过人为编辑的 原视频中并没有虚声 不过在现场的部分球迷还是在观众席高喊了 Let's go Brandon来表达对拜登的抗议 观察者网是一家独立而负责任的新闻网站 我们秉持全球视野中国关怀的理念 为大家制作节目 想要支持我们的朋友 可以加入付费会员频道观察员 免费198 使用我的邀请码648可利减10元 现在充值和续费的用户 还有机会领取官网军工组限量T恤一件 三种款式随机发货限量600超 大家赶紧行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